眼前这几个人,胆子有多大 听说这闹鬼的精神病院地下 有一个价值连城的神秘雕像 准备进去弄出来 哪料来到地下山处 却发现这所精神病院 竟然有一颗巨大的心脏 而更可怕的,还在后面 大家好,欢迎来到全人,我是穷哥 今天我们要分享一部 玄疑精神电影《重访门鬼屋》 女主在家时尚杂志社工作 不过之前妹妹曾经打过 无事通电话给她 可女主因为太忙 再加上两人之间的关系有些糟糕 所以并没有接 而妹妹也是数年前 凡达克精神疗人院 《猛鬼屋》事件的微信存者 可这次女主却意外得知妹妹死了 警察断定妹妹是自杀 可女主根本不相信 女主和摄影师一起来到了妹妹的公寓 甚至还在这里看到了妹妹的亡魂 妹妹说,你一定要帮助她们 就在这时,一名考古学的教授也来到了这里 本来她是让女主的妹妹 帮忙调查一张神秘雕像的信息 没有想到妹妹竟然惨死了 博士知道 女主的妹妹拿到了那本 记载着神秘雕像的日记 但现在人都死了 早都找不到 等女主回到家才发现 原来妹妹当初把这本非常重要的日记 寄到她的家里 更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竟然还有另外一伙犯罪分子 盯上了这神秘雕像 最后找到了女主她们 强迫女主和男主 跟着她们一起去那家闹鬼的精神病院 不过先一步抵达废弃精神病院的老师 博士一伙人 很快女主她们也来了 双方最后在大厅内碰面 而领头的短发男竟然是博士的学生 短发男想要那庄神秘雕像 卖给雇主赚一大笔钱 而博士则是为了营救 奈何短发男这边 每个人都是凶神恶煞 还配有枪支 无奈之下 女主等人只能乖乖配合了 可就在此时 发生了巨大的声响 女主说 这个精神病院要封闭了 当初凡若卡特院长设计了一套机制 就是防止精神病人逃出去 所以众人急忙来到了设备室 将机器给填了下来 不然雕像还没有找到 大家被困死在这里 可就有得乐的 不过这个精神病院非常的大 为了尽快找到雕像 大家分头行动 博士这边非常恼怒 自己的拼头竟然是短发男的女人 看来自己的行重 早就被泄入了 但现在纠结这个也没有啥用了 之前大家并不相信女主所说的 这所精神病院闹鬼的传闻 可很快 一名罐头狼在墙壁里面似乎发现了东西 急忙用枣纸砸开 可东西没有发现 自己反而被整个人透露到其中 而另外一个黑发姐 在一个房间内发现了两个 要了的国体妹子 黑发姐有些狼更爱女人 就在三人纠缠的时候 画风突然一转 眼前的女人变得面目可怖 吓得黑发姐急忙跑得出去 没有想到最后遇到的运长 整张领被切了下来 这已经是第二个凉凉的人了 至于女主则被关在了一个密室内 而密室内竟然出现了一个浑身四伤的男子 对方抓着女主的脑袋 女主看到了一些很恐怖的画面 似乎就是当初精神病院所发生的事情 然后他就被捆绑在墙壁上 等其他人赶来时都傻眼了 这是什么情况 女主意识到这个男人似乎和当初医院的烧毁暴乱有关系 而此时在外面等候的男主和另外一名手下只收到的消息 让他们赶紧进来 两人也并未多想真的进来了 可实际上短发男根本没有联系他们 而此时的另外两人组遇到了更加恐怖的事情 那名手下竟然被盖住沙发的布给拉扯 最后直接无码分尸 博士的助手看到这幕直接吓得大叫 就在此时精神病院的激光再次动了起来 显然要将这里给封锁起来 女主意识到不对劲鸡妈跑得出去 可这时候男主才迷迷糊糊的进来了 等女主意识到男主进去后 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本来他们可以离开这里的 现在女主不得不再次进去 回来后女主说这栋房子要我回来 女主解释自己的妹妹曾经说过她要报仇 追杀逃出火场的那些护理员的后代 这样他们才能安心 可大家根本不相信觉得这个世界没有鬼魂一类的 而此时另外一名手下看到了一道身影追得过去 最后被一个可怕的女护士给带走了 然后放在了手术台上进行开路手术 而在大天的猪人手机都响了起来 接起来后里面只有吃饿的尖叫声 因为这种种的怪事让大家害怕不已 猪人反而起了内讧 但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离开这里 谁就能先放下之前的事 研究一下精神病院的地图 女主表示精神病院的下方有一条污水管道 是1897年修建的 如果可以找到这个排污管道 或许他们可以离开这里 不过这个过程中他们会穿过一个水疗室 就在此时博士突然说 他们所找的那个雕像据说有实责守护 而在这个地下室正好有一个活战场 因为当年特殊的情况 谁病人有时候会直接在院里面进行活战 防止感染 可才抵挡了水疗室怪事就发生了 大家的手电筒突然灭了 而短发男趁机搞事情 将不射的助手给丢了下去 女主急忙跳下去准备将其救上来 可惜这个水疗室飘上来无数的尸体 最后将助手给强行突入到水中 只有女主勉强逃了上来 而短发男带着拼头先逃走了 但短发男有点魔阵了 觉得谁都想抢自己的雕像 直接把女拼头给逼到了一个房间内 这个房间也极其的恐怖 座椅竟然全都在屋顶上 妹子看到这一幕直接吓傻了 然后椅子从上面摔了下来 最后妹子直接被冰箱给活活砸死 而女主他们找到了下水道的路口 可惜打不开 就在此时一双手伸了出来 抓住了女主的头 她再次看到了一些恐怖的画面 然后说我们不能离开这里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因为这里的王魂想要安息 可那恐怖的雕像不允许 院长只是那雕像的仆人 所以当初女主的妹妹 从精神病院逃出来后 才想要帮助博士找到那个雕像 目的就是为了摧毁雕像 释放这里的王魂 可惜短发男为了拿到那本日记 将妹妹给杀害了 女主现在要完成妹妹没有完成的事情 而那个雕像竟然藏在焚化炉的后面 打开门后里面还有条通道 而通道的尽头还有一扇门 门边都是一些恐怖的东西 女主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而这里就是整个精神病院的心脏 似乎还在不断的跳动 当年精神病院不断将患者送到这里 就是为了滋养这个雕像 不是差点被困住了 最后还是男主女主制止了她 而这个雕像连子弹都打不穿 女主想到了既然打不穿 那是不是可以直接带走呢 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地 他们才将雕像给弄下来 此时整个医院开始天摇地动 可才出来他们就遇到了短霸男 短霸男想要那个雕像 却没有注意到身后 竟然有无处烧水的玩魂 最后将他拖入到焚化炉内 来一波烤香香 而女主他们则往外逃 可博士这时候不知道是被困住了还是什么 竟然准备弄死女主拿到雕像 男主这边则更长 被可怕的女护士不断的折磨 得亏女主将雕像直接丢到下学道内 当这里的诅咒没了之后 王皇们不再惧怕可怕的院长 他们将院长围起来将其灭掉 终于这个可怕的闹鬼精神病院被毁灭了 只有男主女主活得下来 果然主角就是主角啊 竟然把其他的人全都坑死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建议 我们下期再见